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52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日出之后城头上的空气中仍弥漫着火炬燃烧后的焦灼味道 等日上中天过了半日都还没有消退掉 空气中的灰尘将前几天天顶上成侧如水的蓝色染上了一层暧昧的浑浊 王顺臣闭着眼靠在质碟上假媚着 夜战一场城上城下都是累坏了 吐蕃人的兵力也只有王顺臣的两倍 昨夜一起熬夜没有谁能休息下来 不仅王顺臣这边累得够呛 今天城下的敌军也没有继续进攻 只是就算是攻来 王顺臣也是半点不惧 按照正常的战力交换比 两千多藩兵也就勉强能跟一千精锐进军相抗衡 若不是顾及他们都是骑兵 而且攻打魏元宝的主力随时可能回返 王顺臣早就派人出城去野战了 王顺臣的一个十字的亲兵 在他身前禀报着昨夜的损失 昨夜出战者有203 有42个人没有回来 剩下的重伤病30余人 都不能在短时间内重新上阵 王顺臣脸色如同头顶上的天空一样阴沉 跟随他出城突袭的只有200人 没能回返的就有42人 而且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还有30多人 他带出去夜戏的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不成想损失竟然如此之惨 王顺臣闭着眼睛 亲兵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犹疑中声音便停了下来 怎么不说了 王顺臣一下睁开眼睛问道 亲兵连忙对王顺臣继续说道 剑使还有一万两千余只 已经集中起来 分配给擅长剑术的人 不过守城的器具就没有办法了 城中剑使极度紧缺 加上没有油料 没有木石 连烧水的柴草都不多 守城的器具更是欠缝 宋军虽然擅守 但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缺乏足够的守城物资 王顺臣也只能让他的手下 做好与吐蕃人 在城头上硬碰硬的准备 王顺臣心中很是纳闷 他这里又不是大来谷那样的交通要道 也不是藏着有多少金银财帛 本来就是一座空空荡荡的城池 藩贼怎么会紧咬着不放呢 吐蕃人也好 党项人也好 他们打仗都是为了抢钱 抢粮 抢女人 什么时候 也不会去做亏本的生意啊 但王顺臣却发现 他如今所面对的 都是有组织的精锐 坚韧性上 比起寻常藩人要强出许多 所以他很吃惊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地面上传来的隐隐振动 打断了王顺臣的猜想 他一跃起身 向东望去 只见沉烟洋起于天际 如雾气一般遮掩了东方山巒中的古地 隔了一阵之后 数以千计的骑兵出现在他的眼前 号角升起 千军万马踏地而来 听在城内守军的耳中 便宛如钩丝人的锁链 在嬉戏作响 围在城外的敌军 一下子多了近一杯半的人马 城头上人人惨白了一张脸 原本就是被围攻的状态 已经渐渐不知 现在又多了一标生理军 让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 王顺臣看着神色变得麻木起来的下属 心底的一番狠立之气勃然而起 不想死的都给俺听好了 藩人不过才六七千人马 什么时候藩贼不到守军十倍 就能破城的 都给俺打起精神来 他高声吼着 毫不犹豫地说着瞎话 没有人想被人说出裤裆里的两个蛋 被藩人吓缩了去吧 别丢了关系汉子的脸 守住今天 王安甫明天肯定会带援军来 围攻兴罗结城的西夏营寨中 玉藏花麻自马背上跳下 几天以来积攒的疲惫 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动作的皎洁 倒是腾起的烟尘 让他咳嗽了几声 尽管已经从魏元宝下撤军 但玉藏花麻并不是要立刻顺着大来骨 撤回到鸟鼠山西侧去 他虽已经达到最初的目的 可今次劳师动众 甚至还向木征的弟弟许愿赠礼 却连一座城也没能打下来 这等于白跑了一趟的事 玉藏花麻没有打算去做 出兵劳而无功 做了一次亏本生意 定会大商军心士气 玉藏花麻心之手下的一众小帆部的组长 跟随他出战 目的是为了财博女子 可不是什么中意 如果不能抢些什么东西回去 贼不空手这四个字 玉藏花麻可没听说过 即便听说过 也不会用到自己的头上 但他的想法 却是与这四个字正巧相合 打不下魏元宝没有什么 但连兴罗杰城都打不下来 那就太丢脸了 玉藏花麻下马 几名玉藏家的将领 随即跪倒在他面前 脸贴着地面 头不敢烧台 带着深深的愧色 向玉藏花麻请罪 玉藏花麻居高临下的 盯着他们的后脑勺 眼神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一开始 玉藏花麻就没有幻想过 能顺利的攻下魏元宝 能把兴罗杰城给攻下来 就已是不需此行 但他没有想到 他留下的人居然如此无能 他把本部的精锐都交给了他们几个 自己则是带着附庸部族的联军 堵在魏元宝 以近三倍的兵力 攻打一座残破不堪的小城 城中又是孤军 竟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 你们爱跪就跪着好了 试试看着能不能把兴罗杰城给跪下来 玉藏花麻狠狠地丢下了一句 大步走进主帐中 几个将领抬起头来 面色如土 他们想不到玉藏花麻会如此愤怒 这让他们一时试了方寸 不知该做些什么为好 不过很快 玉藏花麻的亲位走出来 把他们换了进去 说 你们还需要多久 才能把那座城给打下来 玉藏花麻虎着脸问道 帐中安静了一会儿 一个犹犹豫豫的声音响起 一天 玉藏花麻随手拿起手边的一个茶杯 砸了下去 哪来的一天 他撤退时 以一千精锐守着后路 让王韶无法近距离的追击 从中争取到的时间 玉藏花麻想着用来一举破城 但他争取来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王韶绝不会丢弃兴罗杰城中的士族 玉藏花麻对封锁在城中的士兵数量有所了解 足足三个指挥上千人的兵力 王韶绝对损失不起 就算道路被死死堵住了 他也肯定会从其他地方设法绕路赶来救援 按照玉藏花麻的计算 在王韶的追逼下 他只有一天不到的时间 如果半天之后 他还不能攻下兴罗杰城 剩下的选择就只剩引恨而退这一条路 刚刚继承了羽藏家族组长之位的羽藏花麻 绝不会让自己的名字跟失败联系在一起 他阴冷的视线如毒蛇信子般舔着一众将领的脸 盯得他们的心脏一阵阵的抽紧 只听着这位吐蕃大球的声音 冰冷的能把九月变成蜡月 三遍号角之后 若是再攻不下城头 接斩 天上一轮暗淡的太阳 还未有落山的迹象 但持续了数日的城池攻防战 始终未有停歇的厮杀声 到了现在 到了此时 终于从城下转移到了城头上 伴随着城外的一面白色大道下传来的苍凉悲壮的悠长号角 数以千计吐蕃战士 如同一群群蚂蚁 举着架架长踢 疯狂的冲向了城墙 城墙上的西军将士 目瞪口呆的 看着吐蕃人完全有别于之前多次进攻的疯狂 只有一丈高的墙体 仅仅是一条最原始最简陋 甚至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防线 以藩人的手艺都算得上是粗质烂造的长梯 只要设法送到城墙下竖起架上 便是一条最简便易行的上城通道 吐蕃人在号角声的催促下 凭借着上百条长梯 在短短半个时辰之内就已经三次冲上了城头 没有壕沟 没有马面 没有羊马墙 兴罗结成的城墙 墙体在宋人看来 就是一个城房工程上的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前日 苗寿和王顺辰就是名期着这座城池城房的脆弱担保 轻而易举的便攻入了城中 歼灭了兴罗结部的主力 无论是苗寿还是王顺辰 在这过程中 都没有少嘲笑过兴罗结部的铸城水准 而如今 换作了王顺辰来镇守这座城池 原本城池上让他虐效不已的许多缺点 却成了他现在的致命伤 如果有壕沟阻隔 贼军根本冲不到城下 如果有向外凸起于城墙墙体的马面 就可以从左右交叉射击攻到城下的敌军 如果有羊马墙 便是有了上下两重立体防线 藩贼根本上不了城头 可现在 无论手遇在兴罗结成中的西军将士 拼命射出了到底多少箭 都无法阻止吐蕃战士们的冲锋 在羽藏花麻的亲自压阵下 吐蕃人的这一次进攻 就如同冲破堤坝的洪流汹涌而来 而城头上射下去的长剑 仅仅是绝望下投入洪水中的柴草 非但不能堵上缺口 反而是浪费宝贵的资产 城墙防线的脆弱 守城物资的匮乏 使得城头上缺乏任何一种 行之有效的反制手段 城中的士兵不得不与攻上城头的吐蕃人 展开了面对面的厮杀 一名西军战士大喝着挺枪直刺 一声闷响之后 枪尖没入了心口 撅死了正要冲上城头的藩人 但下一刻刀光自下飞起 一招便斩断了上位来得及收回的长枪 西军战士连忙后退 随即翻上了城墙的藩人 却柔身而上 长刀挥舞 顿时划断了镜像 可紧接着 还没有来得及炫耀一番 寻找下一个对手的藩人 便被一直呼啸而来的铁茧 轻易的抽碎了脑壳 这样的场面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城头上出现 一刀一剑的搏杀是血淋淋的生命交换 吐蕃人在玉藏花马的崔臂下拼了命的往城墙上冲 而守城的汉人这一边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拼死的抵抗 城墙之上红色的将棋仍在烈烈飞扬 大齐之下王顺辰深深吸了口气 吸气声绵长不绝 如聚精吸水一般 把九月山中的凉意随着空气一起压进了着了火一般的肺中 因常年使用而被磨得发亮的黑色牛角斑纸 牢牢卡着长剑稳定的搭在了弓弦上 紧握弓臂的左手向前推开 右手同时向后扯动弓弦 上百斤的力道贯注于弓身 一张三尺长弓张开如满月 吐气开身 右手松开弓弦 嗡嗡的一声闲响 常见闪电般的飞了出去 弓弦扔在剧烈的震颤 一声变调的惨叫 就从树杖外破空响起 一名高达六尺近半的吐蕃战士 本来正挥着一柄如轮俱斧 独立对抗着五名守军 过人的武艺和超乎想象的神力 不但让他在对战中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还能狂吼着剑步冲前 将一名闪避不及的对手劈头砍成两截 但在一道流光闪来之后 这名持府高手便捂着右眼栽倒在地上 他一阵阵的抽搐着 白色的剑领在指缝中战动 露在外面的一尺剑杆 证明了王顺辰射出的长剑 有三分之一以上透过眼窝 扎进了他的头颅中 一剑射发的一名 应当有着豪勇知名的吐蕃战士 王顺辰面无得意之色 他连自满的时间都没有 也无暇去确认战果 吃力的喘了口气 右手从腰间一抹 又是一只长剑跳出腰间剑囊 出现在他的掌心中 用着右手大拇指上的牛角扳指 扣剑搭弓 他视线转移 又瞄准上了下一个目标 在外人看来 已经快得惊人的射击速度 却让王顺辰狠狠的唾了口唾沫 原本一呼一吸之间 就能射出三四剑的急速 现在已经降到了一半都不到 王顺辰从左手持弓换到右手持弓 又从右手持弓换回左手持弓 两只手来回张弓 把他左右持射的惊人剑术表演得淋漓尽致 但就算他这么做 也来不及回复双手手臂中逐渐消耗掉的力量 曾经急如一曲破阵子的铮铮弦声 如今已经变成了八声甘舟 眼见着就要往声声慢掉下去 不过王顺辰的神剑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威慑力 他已经放弃了以普通的吐蕃士兵为目标 而是瞄准了攻上城头的藩人中最为勇猛的战士 一剑射去便给他带走一条性命 就是雨丧花麻也要痛哭流涕 一声声闲响换来了一声声惨叫 双臂的酸痛只拖延了王顺辰射击的速度 却没有影响到箭矢落出的精准 相反的 随着体力的逐渐下降 王顺辰射出的长剑越发的准确起来 每一剑都直奔双眼和喉尖而去 如果说王顺辰气力完足的时候 他射出的长剑能把几帐外一只蟑螂钉在地上 那现在他已经能把苍蝇蚊子送到墙上做壁画 十几年来千锤百炼的剑术 让王顺辰几乎变成了一桩杀神 西夏人几次冲上城头 都靠着他的一支支如神柱般的精准长剑来力挽狂澜 竟然已经到了主帅都要上阵搏命的地步了 王顺辰的活跃维持住了战线和士气 但在这同时也让许多有点军事头脑的官兵 哀叹起眼下形势的不妙 呜呜的号角声还在鸣响 就在冲上城头的一群藩人 渐渐被逼得难以立足 正要被赶下城去的时候 一根粗大工程的雷幕被几十个人合力抬了过来 城头上还在激战之中无暇去理会他们 而他们到了城门处便开始用着雷幕去敲打着并不结实的大门 从城门处传来的隆隆响声 让城头上的守军动作为之一致 给了吐蕃人一丝喘息的机会 王顺辰正打算冲过去 把抬着雷幕的士兵全都设下来 可就在王顺辰所处的这段城墙处 七八名藩兵一起翻上了城头 这几人的身材体格都远远胜过普通的士兵 身上的装备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有 皮甲 头盔 钢刀 都是必须有着不低的身份才能被分配得上 刚刚站定 一名高大的藩人便呼喝着当先扑了上来 王顺辰漫不在意 弯弓一射 便是一具尸体养天唐讨 而他的亲尉们也都纷纷冲上前去 与这几个准备斩将夺旗的藩人厮杀起来 前方虽然受到阻碍 但后续的藩兵也都跟着翻上了城头 转瞬间在这一段城墙上 暂时形成了敌强我弱的态势 王顺辰站在他的将棋下 坚守不退 用尽了最后的气力拉弓射箭 他很明白 一旦他和他的旗帜被逼下城墙 便是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而只要他的将棋还在城头上飘扬着 城中士兵便都有了主心骨 都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但藩人这一波冲上城头的攻势 顿时让王顺辰以及他身边的亲卫吃到了压力之苦 很明显这些藩人的目标都是以王顺辰和他身后的将棋 城墙上的其他几处防线的攻占虽然重新激烈起来 但实际上那几处的热闹都是为了不让王顺辰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支援而展开的 刀光闪了几闪刁钻的刀术出奇的犀利 王顺辰的几个亲兵被这些藩人中的高手硬逼着退到了一边去 将他们要护卫的对象暴露了出来 直接面对敌人 王顺辰心神丝毫不乱 勉励将几箭射出 又是几人翻倒 都是直冲要害而去 啪的一声响 在最不合适的时候 他再一次拉坏了他的长弓 难道今天真的要归位了 将手中断剑砸向敌人的同时 王顺辰的脑中一瞬间闪过了这个念头 为了能够随身挂着剑囊 能顺利的射出更多的长剑 他连个匕首都没有佩戴 手无寸铁 就算以王顺辰对自己武艺的自信 也不能保证他能击败眼前的手持长刀的对手 党将人这一边是苦心积虑 从族中挑选出来的高手 终于能看到王顺辰的影子 几名被逼退的亲卫 猛然挥刀要杀回来 而王顺辰本人则脸色猙獰 正打算冲上前去 而空手夺下一个兵器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152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153集 《载质天下》第153集